好 那我们还要再带您关心 这一位达赖喇嘛 他是西藏的这个藏传佛教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西藏的精神领袖 那但是呢 现在要关心的是 是不是中国什么都要管 然后呢连人家 到底谁是继任者 他们也要参一咖 也要伸一手去操管呢 因为其实达赖喇嘛 在7月6号的时候 他就度过他84岁的生日 那其实达赖喇嘛 其实呢当时大家就很关注啊 说那这个下意识的达赖 到底会转世的这个部分 到底由谁来决定呢 那其实达赖喇嘛就有说 他说啊 其实他现在不打算 要那么快的决定 2025年再来决定 90岁那时候才会说 但是绝对不会是在中国 好 那其实我们说到了他 我们就要再提到另外一个 这一位呢 他是班禅 也是一个很重要 西藏藏传佛教的重要人物 那到底班禅跟达赖 这个关联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两个呢 一个是 这个宗教领袖 最高领袖 那另外一个呢 则是政治领袖 达赖是政治领袖 那其实早在 很早的时候 双方呢就会互认为师徒 是互相认证的关系 好 不过呢 这一位班禅呢 他其实在6岁的时候 就被抓走了 他叫做 跟蹲雀吉尼玛 为何被抓走呢 因为其实当时啊 中国当局不认可他 所以呢 24年后的今天 他还是下落不明 大家就很担忧 那接下来 西藏佛教的未来会是如何呢 那其实除了达赖之外 后来呢 中共就自己啊 透过了金平撤迁 去抽 班他们一个中共的代言人 这个班禅 其实之前达赖就有说 说相信啊 这些信徒自己都会去看 中共自己选出来的人 没有人会去尊敬的 而达赖啊 其实之前曾经 在2014年的时候 因为习近平到印度去参访 那当时呢 就有说 可以跟达赖来会面 但是呢 因为印度政府啊 不希望因为两个人的会面 然后搞得自己 好像里外不是人 所以从中作梗 那这个习一答会 最后是破局的 没有真的见成功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啊 实际上 到底这个达赖的下一个 活佛转世 是由谁来决定 现在达赖当然说啊 这是我们的权利嘛 但是呢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又说话了 他说 其实还是要遵循 国法才算术 而且呢 这个转世者 必须要在中国 他才算达赖 好 但是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中国对于宗教的介入 真的很多 包括呢 像是他们会去炸毁佛像啦 甚至是封闭寺庙 然后呢 对于基督教 就是去拆你的十字架 关闭教堂 另外对于这些 穆斯林 则是进行了一个再教育 并且呢 就管他们摘戒 因为摘戒是不能吃东西的嘛 但是呢 学生去上课的时候呢 就会说 不行 你一定要吃 所以呢 其实对于中国的政府来说 没有宗教 只有党派 也难怪这一回 西藏议题 再度引发大家的忧虑 这个月初刚过84岁生日 达赖喇嘛 谈到专事 一向态度豁达 甚至曾说 来生想变成蜜蜂 或金法正妹 一度引发食言风波 后来澄清 只是开玩笑 但玩笑归玩笑 流亡至今60年的达赖喇嘛 毕竟年事已高 由谁继任 牵动中国 敏感神经 他抗议中国的 战略在达赖喇嘛 中国当局近日指出 达赖喇嘛 不仅不能按个人意愿转世 得由中国认证 而且要在中国转世 怎么转 转到哪都要管 但北京这一套 达赖喇嘛不买账 强调决定权 绝对不会落入中国手中 选择了中国 他们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尊重 所以那是 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 根据藏传佛教信仰 传承方式分成师徒制 家族制 共和制 以及转世制 当达赖喇嘛过世后 灵魂会再投胎 这种活佛转世制度 本质是延续传承 宗教意味浓厚 但却也因为牵涉管理 很容易跟政治扯上关系 金瓶一共有两个 一个在西藏拉萨 供西藏的大活佛转世灵童 撤迁事由 早在乾隆皇帝时代 发明一种金瓶撤迁的做法 当转世候选人太多时 就把名字放入专用金瓶中 由铸葬大臣与达赖喇嘛等人一起抽签 但这种方式恐怕以化解弊端的名义 行干预宗教之时 引发正义 北京甚至曾警告印度要承认 否则冲击双兵关系 但达赖喇嘛 2011年曾宣布90岁才会决定是否转世 距离2025年大县逼近 转世制度存还是费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再来新闻 全部报道